大家好 南海美国又有了新的动向了 美国向菲律宾出售12架F-16 以及两款导弹 大家知道菲律宾在南海与中国有领土争议 而菲律宾的空军作战实力非常弱 菲律宾空军都是螺旋桨飞机 我之前说过 不通二战水平 美国政府为了表达对菲律宾的支持 同意向菲律宾出售F-16战斗机 以及响尾蛇空对空的导弹 那这是干嘛呢 主要是针对中国空军在南海地区 这种空中优势 还有鱼叉反舰导弹 是攻击中国的航空母舰 或者攻击中国的军舰 总金额超过25亿美元 路透社的报道 菲律宾一直盼望引入新的战斗机 锁定对象包括F-16 还有瑞典的英尸战斗机 五角大楼在当地时间周四宣布 美国国务院同意出售F-16 还有相关的导弹给菲律宾 此刻美国也寻求与菲律宾更新部队访问协定 菲律宾一直拿部队访问协定 来跟美国谈判 尤其是中国在亚洲史无前例扩张之际 对华盛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战略协定 就是在菲律宾美军保证存在 五角大楼的报道 菲律宾提出采购10架F-16C Block 70-72 以及两架F-16D Block 70-72 都有美国军委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指导合约项目包含备品训练服务等 此外五角大楼也通告 国会可能出售12枚鱼叉反舰导弹 以及其背件 金额约1.2亿美元 以及24枚AIM-9X响尾蛇空对空导弹 以及背品 共4240万美元 大家可以看 美国针对南海 针对菲律宾 现在是真正打出牌了 真正的有动向了 不像之前口头 现在真正的出武器了 10 12架F-16 12架F-16虽然对解放军来说 它不构成什么真正的威胁 但是可以大大提升菲律宾在南海 特别是黄岩岛 它这个作战能力 特别是这个鱼叉反舰导弹 还有空空的这些香味蛇导弹 对在南海的这个执行任务的中国的解放军 是有威胁的 但是它这种作战能力的形成 我觉得需要时间 所以在近期对解放军不是什么威胁 但是从长远来看 我觉得中国需要什么 需要有应对办法了 就是美军不断的加强在南海 未来可能在台海 给相关国家提供这些武器 先进的武器 那解放军如果没有提早应对 如果这个南海包括台海发生动荡 我觉得解放军会受巨大损失 包括台海 美军现在给台湾其实销售的很多武器 它是留了一手的 包括之前说的销售那个火箭炮 它是可以发射什么呢 它是变成载具 改装一下就可以发射什么 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 这个中国方面啊 这个很多这个其实很多人不理解 就以为是啊 就是一些火箭炮 错了 美国它是 它是走一步 它看三步的 它是为了后面安排 它现在先把一些火箭炮给你 中国说哎呀 就是一些火箭炮嘛 低端武器 但是它这个载具 先进去了 未来把这个导弹只要安上以后 它是可以发射超高高超音速武器的 那个时候中国你是怎么办 就记住啊 它现在先出售一些F16 或者一些这个火箭炮 先训练当地的人员 让你啊 解放军有一种错误判断 啊 它就是一些火箭炮 它在训练火箭炮 错了 它这些流程训练结束以后 它操作熟练以后 把这个火箭炮换成高超音速武器 整个训练就完成了 你想想 它是把一块一块的训练切开了 先让你中国没有刺激 对吧 感觉不到威胁 人家把东西训练完了 包括这F16 菲律宾的 是吧 你看中国 哎呀 这点飞机是吧 对我没啥影响 你先训练飞行员 是吧 需要几年功夫 但是人家把飞行员训练完了以后呢 更先进的飞机就来了 那时候中国会突然一下发现 哎 菲律宾怎么空军实力增强了 台军怎么可以发射 高超音速导弹了 而且全部人家这个流程啊 背件全部齐全 哦 就是当时人家美军一点点气象长 先把啊 没有威胁东西 先让你训练了 对不对 先先搞一些训练 让你中国没有反应 所以我说过 台湾问题啊 越早解决越好 南海也是 都是被